这个礼拜天就是母亲节了 不知道大家会怎么庆祝母亲节呢 那大部分的人应该都是会去吃一顿大餐 然后送一些礼物之类的 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人在送卡片 记得在留言区让我知道 那我们家刚好我妈是一个超级爱卡片的人 就是她是一个非常有仪式感的人 然后我妈应该也会看这支影片 嗨妈今天就是要来做卡片给你 没有错有人没知你这个AI绘图神器 要做卡片根本就像是开外挂一样 不管今天是要什么风格或内容 都可以轻易的用Miderny做出来 然后再搭配7-11的列印照片功能 花6块钱就可以完成一张 非常精美的母亲节卡片咯 所以今天我们是来教大家 如何使用Miderny制作卡片 不管今天是母亲节 父亲节或是朋友的生日 都可以用这种方式 快速的做出只属于你的卡片咯 我们会从图片生成 到7-11列印出来 全部带大家走过一遍 不管今天是想要亲自尝试 使用AI做卡片的感觉 或者是你看完这部影片 觉得我做的卡片还蛮好看的话 在影片的最后 我也会把最后完成的18张最终成品 开放免费的连结给大家下载 然后你就可以用这些现成的图档 到7-11印出来 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这一集 那制作卡片的第一步 我们要先来寻找一下灵感 就是我上网看了一下 一些母亲节卡片的样本 然后挑出了两张 我自己觉得还不错的样本 就是参考图片这样子 虽然最后我做出来 跟这两张图片一点都不像 反正就是当成一个风格的参考这样子 那大家都知道呢 使用Majority就是一定要输入这个关键字 也就是Promps嘛 那在我们开始深入研究Promps 要怎么写之前呢 先提醒大家两件事情 第一件呢是关于7-11印照片的限制 那因为7-11印出来的照片呢 不能印到满版 它一定会有留一个白边 所以白色背景的图片效果是最好的 就是说这一张呢 白色背景的效果就非常的好 但是如果你家有材质机 或者你想要自己把白边剪掉也是OK啦 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用7-11印照片功能 因为色差啊还有列印品质的关系 如果你今天字或图片对比很弱的话呢 出来的效果就不会很好 例如说这两张图片 那知道这些限制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使用Majority来深涂吧 那如果你还没有使用过Majority的话呢 比较详细的教学我会贴在右上角喔 那接着呢我们打开Majority的视窗呢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直接在输入栏 开始输入你的Promps 或者是呢你可以先用QLGBT 帮你找一些Promps的灵感 那这个方法呢其实我在另外一部影片 有详细的讲到过 一样贴在右上角 那简单来说呢 就是你要把QLGBT设成一个Promps转换器 就是我输入大概的想法之后呢 QLGBT就会帮我修饰 并且转换成Major你的Promps这样子 那这个转换器的咒语呢 我也会一并附在说明栏跟留言区 那这边呢我们再简单示范一下 这个QLGBT的转换器 到底要如何使用 就是我们今天复制完之后呢 就可以打开QLGBT的网页 然后我们直接把这一大串丢进去 那接着我们就可以开始输入 我们母亲节卡片想要呈现的风格 那从这边开始输入呢 你可以选择用中文或是英文 但是你一定要要求他回应一定要是英文 因为Major你只听得懂英文 也就是说我们这边用中文示范呢 我就是在最后打一句说 请用英文回答这样 那我第一个下的指令呢 就可以很暴力的要求他制作一张母亲节卡片 那这边QLGBT写完之后呢 我就可以把这一大堆英文丢到Major里面 转换成图片 所以其实整个过程 我就是担任一个沟通员 然后微调的一个角色 那我们在Major里贴上这些promise的时候呢 记得结尾一定要加上比例 就是AR2比3 那2比3是指的 如果你要横的的话呢 就要AR3比2 那前面几次呢 我是直接要求QLGBT做出母亲节卡片 我并没有指定主题 所以他就做出了一些长辈会比较喜欢的图片 例如说贺啊 或是景理之类比较吉祥的图片 虽然那样子也没有不好 但是我心中比较想要的风格 就是我一开始找到的那两个样本 就是比较简单然后可爱的类型 然后我发现这件事情之后呢 我就开始调整一些用字 例如说加上2D或是flat这种字 Major里才会缠出一些比较简单 然后可爱的插画 那再来后来的promise 我就有开始调整画面的留白 或者是背景色 就是你可以直接在promise里面 加上white background这样子 那这些用字呢 其实就是边做然后一边调整这样子 那接下来我们讲到一些做卡片的元素喔 做卡片的主题呢 当然最好是跟你的家人能够有所共鸣喔 因为像我们家呢有扬一只白色的猫 所以我在创作卡片的时候 就想要把这个元素加进去 那我在major里面输入promise的时候呢 就是把猫的特征全部都打进去 例如说白猫啊粉红色耳朵啊黄色眼睛啊 短腿啊或是曼翅啃猫 全部都打进去这样子 那这样子生成出来呢 图片呢就会非常接近你家的宠物 但是其实我还是在猫这一关卡了非常的久 因为那个风格就不是我想要的 我一直在找一个就是手绘风 跟极简风的中间纸 就是因为Major里面有时候生出来的图 它有点太复杂 然后不太适合当卡片的封面 就有一点过度用力的那种感觉 太多细节了 那后来经过很长的这个调整呢 我就找到了这张图片 那这张图片我觉得长辈们会觉得太朴素 所以我后来又结合了另外一张有花的图片 所以大家呢就是可以找一些 能够有共鸣的元素把它加进去这样子 例如说你家有养狗啊兔子啊 或者是你家有种很多植物啊 或者是你妈喜欢怎样的元素都可以加进去 例如说我妈就比较喜欢大朵的花 然后色彩缤纷一点 因为像我们比较年轻人可能就喜欢极简啊 然后不要有太多颜色 甚至图案越小越好 但是我之前送那种卡片都会被他嫌弃 但是呢这毕竟还是母亲节嘛 所以还是以他喜欢为主 那接下来呢我也跟大家展示不一样的风格 我有做了更多普罗大众能够接受的卡片的图案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些图片的prompts 那如果你们想要制造出类似的风格 你们也可以直接照操这些prompts 然后另外一种改变方式呢 就是把里面的物品改成你想要的物品 例如说猫换成狗啊 热气球换成飞机之类的 都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那图片做好之后呢 我们就用photoshop或者是第三方的软件 来微调跟夹字哦 首先动的比较多的就是这张猫 我把它跟这张花呢结合在一起 就变成这个样子 然后下面后来呢还加上了字 等一下呢再给大家下载连结里面 就是有分没有字的图样跟有字的图样 所以大家就可以自由选择哦 那依照不同的风格呢 可以选用不同的字体 例如说这两张的字体就有点不一样 就是一个是比较轻柔的风格 我就会用这种比较复杂的字体 然后另外一个比较活泼一点的呢 去用这种比较胖胖的字体哦 那再来呢你也可以适时的不要夹字 就是说锦里的 或者是这种樱花的图片呢 这种构图我就决定不夹字哦 不然会影响到它那整个氛围 好那加完字跟调整好图片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把这个图片印出来咯 我们可以先到7-11的网站呢 上传图片 那它最多一次可以上传8张 那它最后呢会给你QR Code或者是代码 那我后来就直接让iPhone扫这个QR Code的截图 就还蛮快的 还有就是到7-11的时候呢 记得要请电源先打开列印功能 然后我们在这个主萤幕呢 按曲键编号列印 然后按最上面的扫描 接着呢我们把手机的QR Code放到最大 然后放在那个平台给它扫 那一次呢档案选择也是最多8张 那记得这边要选择4×6明信片 那这边呢就是它正在列印中 真的非常的期待 最后我们就来展示一下最终成品 那我觉得它的列印品质呢 并不是说超级好 但是就堪用啦 然后如果你的颜色是对比比较低的话呢 这个线条就会消失 所以就要注意一下你的颜色最好有点对比 不然就会被它吃掉 那最后呢我们也开放大三免费下载 我做好的现成的图片 连结呢我会放在说明哪个留言区 有分有字版跟没字版 所以没字版呢你也可以自己加字这样子 那下载完之后呢 你就可以直接上传到7-11 然后去印出来就非常的方便 那下载完呢记得到留言区留言让我知道哦 那我们今天呢用Mizerny制作卡片的教学就到这边 希望大家都有玩的开心 那如果你对这类主题有兴趣的话呢 你记得要订阅然后开启小叮噹才不会错过最新影片哦 然后一些最新消息还有生活类的po文呢 我都会放在Instagram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追踪哦 好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 我们下一次再见咯 bye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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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